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奖项最终由Lady Gaga与Ariana Grande获得 但是没关系 因为能被Grammy提名还能单独演出 已经就是一种肯定了 而获奖的两位天后也都是名副骑士的实力派当红歌手 所以对于捧摊没能获奖 粉丝们并不会觉得很生气 但是对于Grammy过度利用捧摊酸油胆做宣传的部分 真的是引起了国内外网友以及媒体们的批评 首先Grammy在颁奖典礼几个礼拜之前开始 就非常积极的在利用捧摊酸油胆来进行各种慈善活动 持续的在SNS宣传Grammy 而在Grammy颁奖典礼当天 把捧摊酸油胆的单独演出排在最后一个顺序后 却从两三个小时之前开始 就不停的在那里coming out BTS 你他妈的coming out到什么绑架了粉丝们 实际上本来有120多万的观众观看了Grammy的直播影片 但是在捧摊酸油胆未能获奖后 观看人数瞬间下滑到40多万了 不只是在亚洲 对于Grammy为了受视率利用捧摊酸油胆的事情 就连美国的主流媒体复比是也强力的指责了 昨晚第36回Grammy颁奖典礼 BTS未能获奖 在典礼开始前 Lady Gaga与Ariana Grande的Rain and Me 就打败了创下无数纪录的BTS Dynamite Grammy整个晚上都在宣传BTS的舞台 绑架了粉丝们 非常傻眼的利用在收视率上 而且BTS足够可以提名到年度专辑 年度录音 年度歌曲 最佳流行演唱专辑的奖项 但是Grammy却将BTS最安全的歌 提名到相对是非主流的最佳流行合唱演出组合奖后 好像是对粉丝们在说 好了我们已经反映了你们的不满 给了你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关于BTS可以请你们闭上嘴了吗 不只吃BTS 连粉丝们也知道BTS获奖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Grammy不知羞耻地持续消费BTS Recording Academy 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给BTS任何奖项 只是为了收视率利用了BTS的舞台 他们好像是觉得 BTS能在Grammy单独演出 对BTS来说就是一个荣幸 就应该要满足 全世界有191个国家的100多万观众 付费看了BTS去年10月举行的现场演唱会 你觉得会有100万人为了看Grammy 从口袋中拿出50或者是100美金吗 最近被很多音乐人抵制的Grammy 为了自己的面子 为了Grammy的权位 也需要更加肯定BTS 但是就算不发生那种事情 BTS以及BTS粉丝们也不必要太伤心 因为那只会让Grammy损失而已 所以不是只有粉丝们 就连美国自己国家的记者们 也是觉得Grammy非常傻眼 不过生气归生气 现在好像也有很多没素质的粉丝们 去Ariana Grande的SNS留言攻击 BTS逼你厉害 你抢了BTS的奖什么什么的 真的是感到丢脸 如果真的想骂你也要去骂Grammy 干嘛要攻击同样是在努力的艺人呢 不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人 就可以把攻击别人的事情来合理化 你的那种傻眼行为 只会让路人们对你艺人的好感下降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自己喜欢的爱豆 去伤害别家的爱豆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还记得之前 Shiny成员米诺被一个小女孩问道 为什么现在是四个人的那个节目吗 昨天Shiny成员们也出演了这个节目 其中成员局限被问到Shiny有几位成员的内容 让网友们哭笑不得 我看起来像是做什么的人呢 东易其实是爱豆 啊害羞害羞 有几位成员呢 从13个人开始后 现在是算是9个人 为什么 有点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是挺复杂的 非常 不过解释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又好笑又伤心 不过现在的9个人就足够了 现在不管说成员是几个人都会引起争议 说10个人韩国粉丝们都会站起来 说9个人忘不了层面的部分海外粉丝们会闹起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野村的片段 我一直说我自己是Opa 但是叫我大叔也可以 只要不叫我呀就可以了 还是叫我爸爸 谢谢你 小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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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